应该是泡泡看到了 给了精准的定位 面对两个人枪线 哦 风风丝毫不逊于对方 但是风风倒了是倒在外面 但是 要打了 王骚骚 这里有没有时间扶 是的 泡泡在原点 先把分数给补掉 特别刚刚到位 现在祥璐的支援已经全部到点了 哎 这个侧面 对 跟内部红仓的木子里 形成一个夹角枪线 现在看祥璐三人怎么配合去清点 正面Candy 手起到落 那仓里是不是CDG没人啊 没了 已经全部拔除掉 外卫林强打掉了小A 但是原地有枪线 不断在限制泡泡 这个时候刚刚赶到一辆摩托车 林强血量好像很低很低 林强撕血在打药 是 藏里两个人 现在CDG不太好救人 但是这个由划车过来 泡泡好像是静音过来 对方完全不知道 烟雾散去的一个视野差 打了一个侧身还是别搁 一打一 扶一下人 那林强这里肯定是暂时只能提供信息了 泡泡应该是听到了对方回侧的声音 然后觉得这个时候再追就没有 扶起来了 想人投注了这个timing 被泡泡正好抓到福人 起来一瞬间 这个开枪将特别带走了 有人在抢位置 I7和107这两个队名很像的队伍碰到了一起 我被打到侧身了 这个有可能是没有听到脚步吗 嗯 捕人 先把永远补掉 拿下这个分数 有人在抽龙东拳 刚才那个旁边 嗯 兰博架住了围墙 哦 我懂了是17的枪先在抽那个龙东拳的侧面 我在想的龙东拳这个侧面开始掉血了 他们有个反坡 也是他的 也是个 臀部啊 是 这样的话 屁股南先把三脚的分数先补掉 兰博埋在了防区的外围 那个小位置 只能说大范围的排一排 哦 被闪了 被闪了 但是侧翼有队友 是的 看的是远点的人 哎呀 这个窗户翻不进去了 这两个人的配合 啊 兰博在进点勾引 远点 阿同木架枪打了一个最后 兰博这个闪光弹 现在还是在僵持FTY 在外围随时准备接手这个战场 是的 对于GFTY来说 就是在这一片战斗当中 我两个人只要能换掉你一分到两分 其实我就是赚的 毕竟你是满边 是 天鹿转移的时候掉了一个人 被枪扫下来的 老巨还在侧翼 想找屁股 哦 阿同木这把手感很好 他打了外面围观的 哎呀 这雷啊 群众 这谁叫天鹿 这个是天鹿的枪 要K龙斯克的分 K到了 K到了 我还在想他这个血怎么掉的 又没烧到 但是你看阿同木这个枪啊 许身刚回头就被秒了 F25很亏啊 这一波 是的 啊 这里天霸的背后来人了 是 SQ要强顶进去了 其实对于GF来说 这个结果对于 就是反正是能够接受的 是的 我就是让你捡员 对吧 你只要不是满边 你带着小左啊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至少他是在车里的 还能动 没错 但是小左倒了 嗯 很尴尬呀 风烟可救吧 我喷 这一天霸自己也要先找位置 那四面方全是强行 小左又倒了 这没办法 就是只能等他连上来 天霸的话是被迫放掉一处防去给HQ 是 4M先是被淘汰 哎呀 F团其实这一波进攻真的有点便秘的感觉 他本来想的是两个队伍在 或者是他想再看一看信息 但是因为人被击倒了 所以导致他这个喷子差点 要主动出击了 686 但是喷空了 还一枪 原地一趴 哇 这个拜年枪法 哎 讲道理 我跟你说打这种喷子的话 你突然拜年让他这种 就是他一般不是会 白了 持续的进攻 但这个第二颗闪好像后续没跟上 弹枪再拉出来 蓝薄 枪是可以的 就是投掷物 刚才有一颗雷还是闪在扔楼的时候 然后第二波扔投掷物也有弹回来的 这一波对GFO来说真的是太赚了 他成功的活下来了 关键是 是啊 本身他是自己是比较被动的那一方的 没错 再看看天霸这一侧 好像有出现 这车可以这么立的吗 喂 我要报警了 这是 这是怎样的技术 这物理引擎有点不太科学 你说起来也是科学 WCG和Pero 那车站 Pero毕竟是有个掩体是吧 但是人头被K了 WCG就属于非常明显的就是在这个阶段 他想要找一个地方扎根就很难了 是的 这个车开的也是挺没臂的 他能侧着翻就已经很 很诡异了 然后他觉得 是的 扎成 也是迫不得已 但是这一波扎到了悟空跟 尼海比的包围网当中 是的 Q这一波架住了优势的 但是 一颗雷 一颗雷 一颗雷双响之后 天霸要吹起反攻的号角 是的 但是对方有个穿烟Spice 正好在烟缝当中看到吹枪 圆点枪线不断在限制 嗯 七七一把消应的S2K 想 啊这个手听到了吗 这不是好像是看到了 有一点点有一点出了一点影子 因为离那个烟雾边缘比较近了 嗯 嗯 几次绕过来 先把吹枪给补了 是的 七七 S12K吃到蓝圈了 这毒很痛 但是由于 他露了胳膊 这出枪的角度太窄了 对对对 就卡枪了 左身位 而且他左边还露着的 嗯 相当于是 是的 就对方压枪只要在这个点 这个门里面就可以了 是的 而另一边WCG的分数也是被 牛海比给拿下 这个典型就感觉WCG的节奏没找对啊 其实当时在二圈刷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考虑 稍微扎一下 还是他还是有抱的这个一种 侥幸心理啊 觉得圈会刷毁 DSS这波防守其实 基本上没有花费太大的人力啊 对 基本上都是KRG出的枪前比较多一点 嗯 啊 穆泽里这里也是 被烧出来了 对 没有办法 狗到前八 没办法 是 祭司这里 还在努力 但是发现自己是第九 摩托车是真没办法 是的 你摩托车也是甩这儿了 嗯 就要打个主动 他听到人脚步太多了 如果他能牵手放倒一个的话 这波就有机会防守 反手一个 哦 下来 呃 一个触及不移的跳窗下来之后 打掉猪皮 而且补掉了 雷炸一丝血 嗯 这一高人胆大 你在城根下面打药 是我活的 没错 看什么时候会把城完全排干净 是的 因为城现在还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区域在圈 你看这个地方还在圈 大家在这个时机阶队还 节点还不会动手 对 有七吗 两枪 不太好顶吧 到点之后其实都是残血了 一个 都是一枪死的血 是的 先补人头 免得被开 接点速球操作 小鬼过来帮忙 2-type一死 这个雷好像没机会 这个要人打起来吗 人下坡了 距离有点远啊 都扔得很远 嗯 车要炸了 这个雷 多少有点浪费 但车炸了 Lemo好像没有注意 它是背对着这个车的 是的 2-type刚刚刚将要打起来 而最后 唐弟弟的分数也是 速球反应好快 是 这边防守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 是的 因为你过点 我侧翼小鬼利用手来看 能不能为实际手创造点机会 炸倒了 这个雷不错 是的 妹妹倒 灰灰埋在围墙 在补掉 直接 减圆 是的 关键是 花枪跳起来 哎呀 没想到 反而给了机会 是 直播不出金 其实也翻这个墙 哎现在翻了 他跳进来了 哎呀 速球这里刚刚被一颗火挡住了 好像 没出门 但是正面 灰灰还是出枪将速球带走了 嗯 小鬼有三级套 能操作 打三个啊 太难了吧 有S12K 12K 12K子弹 I7 应该不太会给 就是小鬼这样的机会吧 我就是 我是觉得 你既然都已经锁到一楼了 是吧 是 灌点雷 还是很easy的 这锅就是你 最多就是打倒 好 这个厕所是排了 没人 先翻进去 哎 哎呀 坏了 这是什么操作呀 惊呆了老铁 这是什么表演 有内鬼 哇 这个雷 我 我知道天鹿迟早会踩到这个坡上打牛海皮 是的 他的第一要物就是想办法要混到房子里面去 就是本来你死 但外面如果没有人去架枪 看谁翻谁死 谁翻谁死 这个点 就你这个点你不好架枪 你架不了你也补不了枪 是的 再绕过来 等了吗 一个背身 哎呀哎呀可惜空枪了 刚平平被闪了 不过他这里还是喷倒一个 怎么就简单的背身打不死 非得玩花的 打一个 小凯 从从想屁个的这个防这个防区 他先化子弹嘛 我觉得你一颗 特色太小了 吃火 直接架子弹 不用换子弹 他直接用火把人逼出来 一颗就够了 太自信了 我发现选手玩这些比较简单的 唯一区别就是外围没有队伍干扰他 现在 现在前面白龙马 哎 弗莱给机会 是的 本来白龙马其实小声位出去已经吃到信息了 哦 头顶要来人了 真来人了 回去了 二六就放到了柏梁 这样的话悟空是连到两人 反而应该是能救起来 问题不是很大 高点会会出 看不太清 这个围墙是顶住了手雷的伤害 小凯正面连接两个 柏梁能救吗 再翻进来 一穿三将DSS直接顶在了房外 还可以扶人 扶人之后的话是四打三 是的 但是爱奇就是聪明点的话就是放悟空出来 是的 炸出就好了 炸出所有的出口 雷达两人这不要顶吗 我觉得 不用顶真不用顶 不用 用火在烧烧到了柏梁 这个血量应该很快就打不起来了 是的 其实是不用劲的 嗯 到位卡住 将柏梁打掉 只剩小凯了 这个时候选择主动出击 顶了 听到了 听到脚步 打清天枪 开始位置好像没判得出来 恭喜